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当许多的人到约旦河那里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约翰曾就责备了 中间的一些人 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昨天和你分享法利赛人是什么 他们是一种律法主义 他们竭尽所能地去达到那个律法的标准 而且把律法越弄越细 越弄越细 细到一个地步根本不可能做到 人本来就是做不到 而但是当人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开始做假 假冒为善 看起来外表做得到 努力做到了 其实里面充满着污秽和肮脏 神厌恶这样的人 神厌恶 神更厌恶的是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 是说我好像 我把外表做得很好 想要骗别人 最后连自己都骗以为 我自己都以为我很棒 求神神恩待我们 不成为今天的法利赛人 作假 看起来 哇 好敬虔 哇 好属灵 我常常被神提醒 我要真实地面对我 我里面生命真实的光景 撒杜该人呢 撒杜该人是一种理性主义 他们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位置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祭司 他们中间有很重要的一些 大家用今天的话来讲 在教会里面大家所尊敬的人 这两类人都是 但是他们的理性 什么叫理性主义 他们不相信有天使 不相信有复活 不相信灵界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他们用理性去看信仰 他们忘记了 不是每一件我做得到 通得过我的脑袋的事情 神才做得到 因为他是神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做不到的事情 神也做不到 那凭什么他是神 我是人 他们用人的理性 我觉得在我的经验值里有的 在我经验值里没有的 我不相信 超越我的经验值 我不相信 天使没有 这个什么复活不可能的 这些通不过他们脑袋的 他们通通拒绝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这样 不要把圣经当作一本 讲哲学的书 讲伦理的书 有很多很好的真言 很好的话语 鼓励人向善 不是 圣经不只是鼓励人向善 圣经是告诉人说 我们做不到 但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可以得到的不是一个向善的道理 而是一个为善的生命和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 恩戴们 我再说 不要用人的理性去评断神 因为他是神 他能够做许多我做不到的事 他使死人复活 是 我不可能使死人复活 为什么他可以 因为他是神 求主今天也对我们说 不要用我的脑袋 去限制神做更多更大的心事 因为他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